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属于金牛座的十大神总结 1.忍耐第一名 金牛座的人都属于很会硬撑的类型 他们超级无敌会忍耐 什么事情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 绝对不会轻易爆发出来 所以如果他们哪天爆发 一定是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看到脾气暴躁的他们也别太压抑 因为平时都只是他们太会忍耐 你才没办法看见爆发的他们 2.被动第一名 金牛座的人非常的被动 不管是在爱情或是友情上 他们都是不太会主动的人 他们本来就比较缓慢一点 也比较害羞 有时候别人都讲玩笑话了 他们才会反应过来 在感情上也是一样的 别人不主动 更不用奢望他们会主动了 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被动的人 3.理性第一名 金牛座的人沉稳冷静 他们面对感情就是如此 总是会希望自己慢慢理清自己的情感 不要太快陷进去 他们会理性地分析这段感情 如果觉得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他们就不会开始这段情 哪怕自己的心在痛 他们都会理性地告诉自己不能继续 4.吃苦耐劳第一名 金牛座的人很会硬撑 也是很自虐的类型 他们总是告诉自己可以做到 所以不论多辛苦 他们都会撑下去 他们是很会吃苦耐劳的类型 性格真的就像一头牛一样 水也拉不动他们 他们吃苦耐劳的个性 也成就了稳重的他们 5.嘴硬心软第一名 不说你一定看不出来 金牛座根本就是嘴硬心软的最佳代表 他们就是很傲娇 有时候表面上有多强硬 其实他们的心就有多软 很多时候他们就只是爱装 他们即使很生气 你的一个低头道歉 他们其实就可以马上原谅你了 6.重物质第一名 金牛座的人很重物质 他们对金钱也很追求 唯有物质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他们爱钱不是没有原因的 只要有钱就可以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求 这样就可以给他们带来满足 他们可以说是种物质第一名 7.努力第一名 金牛座不一定是很厉害的人 但一定是很努力的人 金牛座是非常一板一眼 只要是他们坚持的事情 就一定不会偷懒 投机取巧的事情他们不会做也不想做 而是喜欢一步一步地去完成 这对金牛而言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金牛座不是那种会夸下海口的人 但却是会尽力摸摸去做的人 8.固执第一名 金牛座很多时候都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经常会配合大家的想法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坚持 其实金牛座是很固执的 他们没有想法的时候真的很配合 不过一旦有自己的坚持时 说什么都不会让步 尤其金牛又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 你越是跟他硬碰硬 他就越是跟你坚持到底 看谁能够撑到最后 9.淡定第一名 金牛座遇到事情都不会慌张 做事情更不会冲动 平常也不会有什么太过波动的情绪 他们总是稳稳的 从容不迫的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紧张 如果硬说说的话 金牛座其实是表面淡定第一名 他们给人的感觉的确是很镇定的 但是内心的波涛汹涌 这可能只有金牛自己知道了吧 10.爱吃第一名 金牛座对吃非常的讲究 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 最大的兴趣就是吃顿好吃的 套赏自己 工作累了就要吃 心情不好也要吃 开心庆祝更要吃吃吃 说到金牛座就会让人联想到美食 甚至金牛身上随时都有办法 变出食物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